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绑架贫生,讲同学自救 上星期五,有个13岁的香港男孩 在深圳保安区的商场停车场 被人勇刀挟持 幸好学国自救课程的他 危急关头走得掉,公安还拉到个犯 所以说那个小孩是不是很浓 尽量是怎么应对的? 那小孩还可以 孩子注意你的环境 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抛走 看看跟你的那个坏人跟他们聊天 人是为什么他们要放下窝 深圳就有不少 这类由香港人开的自救公司 退 控制你的身体 控制你的头脑 控制你的心 不要太害怕 就等下来 对 非常重要 收 放过来一下 可以收出来 好 在后面指着我 不要转过去 反过去 出来 这类课程 主要是给15岁以上的学生 或者准备出国读书的人 因为太小了 能力有限 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 中国人有钱 世界最有钱的人是中国人 但是他们绝对不主张教学生反击 还管在于逃生和防备 提高个人的危机意识 月堂破碧灵芝包子 初步临床证实 或有助稳定 血脂 月堂 胆固十分 这类课程 今天素位带你走进了一个 特别的训练营 在那里 为此国外的安全专家 会亲身教授你 遇到危险的时候 应该如何保护自己 这个下令营 请来的都是过世之明的安全专家 通过对襲击者的心理分析 知识场景的模擬 身份案例 告诉小朋友知道 在留学期间 可能会发生的前在危险 同时还会教小朋友 一些实用的防御衡 以及自我的教育常识 哈哈哈哈 首先 我舉例的手 這個應該是個國際的投行 他的手勢 然後他右手會用槍盤 左手 用他的手 因為這枝背自動手槍 他會號吞才會發射到的 跟著我向下下 這位是來自國際人治與脫遣訓練中心的亞洲安全專家張爺 他曾經擔任過泰格悟居、被熱害池等多位名人的私人保鑣 屬衛亦欠這次難得的機會,向張sir討價了一回 哈哈哈哈哈哈 除了在行動上自我保護之外 如何在危機關頭以良好的心理措施問題 亦都是這次下令營造的 不是我的夥伴 還有在避免下如何生存 還有特別是美國西方的簽文化 比較盛行的情況下 我們怎麼使自己非常鎮靜地逃脫 是希望大家能夠通過這種方法 把威脅降到最低 馬上可以在想什麼補充 然後給大家看 好